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文化体系 文化体系是什么意义呢 就是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有了一个参照性 过去我们觉得我们独步于世界 觉得中国就是天下 那么我们中国和别的文化相比 我们有什么特点 有什么长处 我们有什么短处 这个过去很少有人进行推比 佛教的传述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上节课我们讲到了语音 佛教的高僧到了西域的印度的高僧 到了中国 中国为了能够中国人 寺院里的僧人 或者居家的 但是也信奉佛教的那些文人 世人 为了学习佛教 有一些也学习印度的 这个语言文字 希望能够了解印度 这个佛教的原点 那么这样呢 这个 中国人就觉得 中国的语言怎么和 语言和文字 怎么和印度 差别怎么这么大 听到这个印度人说中文 中亚的人 西域的人说汉语 说的怎么和我们不一样 我们上节课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 讲到 这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 就是 经过对比以后 中国人发现 中国人的语言是有声调的 是欲扬动挫的 这个印度人的语言是 没有声调的 所以呢 造成 这个西方人 其实每一个字 咬得都很准 但是发音你一听 仍然不是中国人 在说话 这样的一种对比呢 是中国人 发现了自己 这个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这个中国的文字 你听到这个读音 你不见得会写这个字 但是呢 你在印度 由于凡文是一种拼音文字 就是 你只要能够张口 说出这个字来 你就能写出来 就是拼写和读音 有密切的联系 而中国的文字 它起源于 绘画 像型 就是用形状 来记录这个 事物的 那么这样的两种差别 这个北朝的时候 有一个重要的学者 他叫郑桥 他说啊 华人 常于形 我们的中国人 我们的专长 在于形状 所见 这个 所知 知道的事情 从渐入 看到 这个字你看到 哪怕你不读住呢 我也知道 它是什么意思 有些字 甚至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该怎么读 但是我们知道它的意思 凡人 常于音 凡就是佛教 那个凡文的凡 它的专长 在它的语音 所知 从文入 他 听到什么 他就知道 哪怕这个字不认识 也不要紧 就就是指两种 语言 和书写之间的 关系 那么中国人在 向印度佛教 这个 在引入了 印度佛教的基础上 也一部分 中国人也觉得 这个 印度佛教的 有一些 印度语言文字的 一些部分 可以为中国人所用 比方说 中国人认字是 一件很艰难的事情 一直到今天 你如果问一个 英国的小学教师 这个一个英国的学生 什么时候 可以看小说 他们一般讲 小学三年级 那是因为 英语是读音和拼写 不怎么一致的 文字 但是一个小学生 达到三年级 就可以看小说了 那么我们中国 最少很重点的学校 很优秀的学生 很认真的学生 最少最少 五年级才能看小说 一般要六年级以后 才能看小说 这就是 这个文字 学习的困难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中国人 很多的字 你看了它 你根本不知道这么多 不教就是不会的 一定要告诉你 这个字代表什么 你才知道 而英语这个字 你不知道怎么代表 你跟着拼 拼了以后 你就知道 它是什么 是吧 我们中国自古以来 对这个 生辟的字 就有注音的办法 去找一个同音字 来注视它 举个例子 比方说大写的 一二三的一 那么和一复的一 如果同音的话 你不认识这个一 一我帮 古代的字典 我可以注 一同一 这个一二三字的一 它的读音和 一复的一是一样的 但是呢 有的时候呢 这个 你所不认识的 那个字 是一个相当常见的字 但是你不知道 它是哪个字 那么这个时候呢 要找另外一个字 来注它 完全同音 但另外一个字 反而是 生辟字 很不常见的 就用生辟字 注常用字 实际上是违反 学习的规律的 是吧 也就是说 虽然注音的方法 用另外一个同音的字 大部分是可行的 但是会碰到很多问题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还有一些个别的情况 什么个别的情况呢 就是 有个别的字 没有同音字 基本上就没有 找不到第二个字 跟它完全同音 所谓同音 我们就是 不光生母一母一样 四生也要相同 举个例子 丢掉的丢 你现在一般情况下 就找不到第二个字 跟它读音 完全相同 你怎么做的呢 当然今天 我们已经 知道四生的知识了 那么我们可以找一个 生母一母相同 再告诉你 再读地几生 但是古时候 在像印度语音学习 学习之前 我们连自己汉语 是有声调的 都不知道的 所以呢 读种这些汉语 汉文认识的不变 促使中国人 想办法 改进 我们的注音方法 这个梵文 它简辨在什么地方呢 它分成 生母 是辅音 另外还分成原音 那么辅音和原音 相拼 构成一个音节 这一点对 古代的中国人 是有启示的 因此从东汉 开始 中国人开始 发明了一种方法 在梵文拼音的 音响之下 今天我们叫做 反切 相反的反 用刀子切的切的 反切 学个例子 红颜色的 红这个字 那么我怎么样 去教别人 这个字怎么念呢 我把这个字 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 也就是 我们今天所讲的 生母 取第一个字的 生母 歌歌的歌 或者唱歌的歌 第二个字呢 取这个字的 后半部的读音 也就是取它的韵母 而且声调要相同 比如说我们取一个 这个冬天的冬 那么你怎么念呢 反切上字 念 生母 反切下字 念韵母 加它的声调 合在一起 歌 东 谢 歌这个字 取它的上半 前半部 歌 喝红红 不是歌 喝 黄颜色的黄 我刚刚讲错了 对不起 黄颜色的黄 如果红这个字 你不会念 我告诉你 黄东切 黄颜色的黄 这个反切上字 念黄颜色的黄 的前半部 喝 反切下字 东颠的东 我念 嗡 喝嗡 红 这样呢 就可以准确的 把任何一个 字都能够注出来 只要你这个字的读音 是准确的 我就能给你注出来 这个方法 是从东汉开始 对反切上字 的概括 黄颜色的黄 红颜色的红 我们 表示生母的字 我们叫反切上字 我们用黄 来表示他的生母 我们用东 表示他的绿母 那么如果黄呢 注这黄怎么办呢 那么很可能 他前面是喝 我们用一个 灰颜色的灰 表示黄的 反切上字 我们用 这个 呼隆隆的龙 表示反切下字 用汪 来表示他反切下字 那么我们 喝 汪 表示黄 表示黄 那这样呢 实际上反切上字 一个字一个字归纳起来 我们会找到好多 生母相同的字 灰也是 喝 这个 黄也是喝 红也是喝 这个实际上就是概括生母 这样就创造字母的开始 但中国人这点 比较晚 比较早的呢 是概括 这个反切下字 就是表示月母的这一部分 比如说 红颜色的红 我们用 黄 东 来切 东 和 这个 红 这个字的后半部 读音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碰到冬天的冬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 因为他在 表示注音的时候 有一定的随意性 那么我们可能冬天的冬 我们的反切上字是得到的得 反切下字 可能是一个轰隆隆的隆 得 嗡 东 那么嗡 我们有可能用 老做反切上字 用嗡 我们可能用 龙或者一条虫 是吧 等等 那么这样呢 但是转来转去 有可能就转回来 你那个冬子 可能又被哪个人用过一次 那么这样 冬天的冬 这个 轰隆隆的 轰隆 等等 他表示的 大家的育母都是一样的 育母都是一样的 我们知道 做诗歌 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能够押韵 因为在 这个 魏晋以前 中国人做诗歌 靠的是 基本上靠的是灵感 或者是 民间的 这个 民歌 比如说过去的诗经 楚词 都是民歌 那诗歌呢 如果要能够朗朗上课 能够能够纳入唱歌的唱词 第一 要符合一定的韵律 要压抑 第二呢 每一个字和前面那个字构成一定的音律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现在我们给别人起名字 或者我们的成语 光荣伟大 第四声 你觉得很好听 如果光荣伟打 你就觉得不好听了 觉得简直就像话没讲完一样 实际上就为了有没有好听 一个词和词之间 除了押韵以外 你还要有一定的符合一定的 声音的起伏的规律 那么这个声音起伏 就需要对汉字中间 哪一些字 是属于 声音起的 哪一些字 属于声音 伏下来的 这是属于什么音部 要进行概括 所以到了 未应这个时候 由于佛教的传入 由于反切知识的普及 那么中国人做的 关于诗歌韵律的书 越来越多 其中最主要的 流传至今的 就是隋代的切韵 切刀子 一刀切下来的切 运输的韵 以确认为基础 这个宋代汉 刻了一个广运 不是一样在唐代边的 广大的广 那么这样 比方说我们都 你想做一首诗词和 毛主席诗词相唱和 三快马加鞋 快马加鞭 未下鞍 金回首 离天三尺三 三鞍 等等 这些字 你都可以在运输上找到 那么 当你做到一首诗的时候 需要最后两三个字 能够配上这个诗歌中间的 声率 你可以在运输上翻 可能有三尺三 可能有 这个 五里三 可以等等 你可以按照 吻合上下文的 这个语 这个语境 寻找一个合适的 所以诗歌的诗学 在这个 文静南北朝以后 在中国的兴盛 和佛教传入 我们中国人 越来越了解自己的语言 是很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是 对反切 这个系统的后半部 反切下字的规律 使我们了解了我们 汉字的 这个 用律 那么对反切上字呢 我们概括的比较晚 但是在唐朝末年 也开始了 这个工作呢 也是佛教徒开始的 这个佛教徒把 中国的 反切系统中间的 反切上字 按照繁文的规律 来排列 创造了 所谓三十六字母 那是这个 唐末 到五代的时候 有个和尚 叫沈温 他创造的 今天很多学习语音 学习语言的人都知道 手温三十六字母 帮旁必名 端透定移 这个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 波波摸佛 得特勒勒 又是这样来的 那么 有了反切上字 三十六字母 有了反切下字 我们知道我们汉语的韵部 那这样呢 才可能有今天的拼音化 我们汉语拼音才可能 才可能拼音化 否则你怎么知道 你每一个字 它的语音上 是怎么构造的呢 这是我想讲的 这个印度的语音学的 传入 对我们中国人 正确的 对我们的语音